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年在道场讲乐阴经 每一天要讲四小时 大众临急 天经与时就念佛 可个别标榜专修进土法门的同修居然骂那不是正法道场 劝人不要去那个道场 说那不是正修 并且说净空法词讲的 现在就要送这一部无量寿经 再送别的经都是搞杂修不如法 就这一点 请老伯尚慈悲开示 凡是依照佛所设的经教修行 通通都是正法 你比如说喜欢楞专经的 专修楞专经 喜欢剥若经的 专修剥若经 全是正法 他这个里头造谣生思 净空法词 我没有这个说法 陈刚老法师 我跟他见过面 这是很难得的一位好法师 这个无量寿经 三倍往生这一瓶里面 我们看到经文一共分四段 前面三段就是上辈 中辈 下辈 这个三倍 最后这一段就是说修舍大臣者 那这个范围就广了 把所有各国宗派都包括在其中 你专修 最后呢 回向求生尽土 通通得生 所以这个专修诸位 一定不要产生误会 一定是专念无量寿经 那就错了 专念阿弥陀经的 也是专修 专念观经的 也是专修 就是不要夹杂 专念楞严经的 不要夹杂其他经的 专修 以这个功德 回向求生尽土 决定得生 无量寿经上说的 所以这个识 这种说法的人 这些人 他是偏见 不但佛教里面呢 修学大臣 任何经论 回向能够往生 修学其他宗教 如果是专修的话 修到心地清净也能往生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最重要的条件 这个经上说的很好 心尽在佛途境 为什么叫你专呢 专容易得清净心 道理在此地 你要是搞太多 搞砸了 你的清净心得不到 清净心得不到 就很难往生 那么像这边几位同修 他们标榜专修 还要骂这个 陈刚法师这个布施正法道场 他们不会往生 为什么不会往生 他们心不清净 还有分别心 你看这个禅宗六族在谈经里面讲 若真修到人 不见世间过 胡宽 陈刚法师 这个论言道场 他没有过 没有过 更是扁持他为过 这个人在造罪业 这个叫毁谤大臣 我们要特别留意 希望把这个话能够传给这些同修 这些同修自己造作罪业 不知道 这是很可怜悯的一桩事情 这个专修一定要懂得这一句话的意思 要多多去读《无量寿经》 你就会清楚了 这个经典里面讲得这么明白 怎么可以这么固执呢 怎么这么愚痴呢 错了 嗯 嗯 嗯